每日起床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迎接每日新的挑戰 我獲邀成為五兒孫書院第二任院長 讓我更可以全面貫徹自己的熱誠和信念 以生命影響生命 我有機會將書院中庭小白屋命名為余逸坊 就是希望每位同學和同事都有健康的身體 以致他們可以實踐他們的夢想 我想突破自己 但不再是為了做成績 我想跑步不是一個人的運動那麼簡單 跑步其實是一個令身體和心靈都成長的過程 亦都是一個令身邊的人都感染到我正能量的過程 對我來說 創作和創意其實是一個try and error的過程 而孫開設了CF 就正正令到我一個地方去試不同的東西 發揮一些天馬恆恐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無論是FIP也好 或者什麼都好 大家都可以在CF裡面想一些創新的鏡頭 或者新的想法 這個應該就是真正的創意 只要有心 一個小小的想法都可以成為改變社會的大購賞 那時候帶其中一個消息市場上擴展 我和幾個同學就在想 為什麼消費者不可以有多些消費的選擇呢? 如果我們可以引入小店的貨品 不但同學在買日常用品的時候 有多一個選擇 更加可以令到小店多了生意 就是因為一個這麼簡單直接的原因 我和幾個同學聯合創辦了山城市多 由找鋪 入貨 到銷售 都一手一腳包辦 綠色生活是我個人的信念 面對嚴峻的環境挑戰 我們不單要想怎樣去改變政策 更加要透過個人的力量 換成公眾意識 以實際行動支持環境保育 我們創辦了Fair低碳本地遊 一個推廣低碳旅遊資訊的平台 Fair起步無奈 好幸運獲得出版社邀請出書 我們的團隊用一年時間寫了《低碳好行》這本書 介紹香港的郊遊路線 附帶環保知識 讓大家帶著環保心態錄遊香港 每天起床 希望同學可以向夢想埋進多一步 找到屬於自己的Sunny Moment 我的Sunny Moment 就是找到屬於自己的部分 我的Sunny Moment 就是將想法附著實行的一刻 我的Sunny Moment 是發現自己所學可以回饋社會 我的Sunny Moment 是用自己的力量 為社會帶來少許改變 你們的Sunny Moment 就是我的Sunny Moment 我的 Assistant 我們在一起 用的 one生的建築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很多東西 都沒有随密 我們在一起 我